主席,各位委員,列席官員,大家早 請我們老委會,韓主委 請判主委 崔委員,早 我們這個政府很奇怪,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亂言 上個匯局,搞一個郵電雙漲 搞一個鎮守稅 害股市的證交稅少收了三百多億 股市的市值,蒸發掉三兆 搞個有點雙漲,萬路起漲 所以民生痛苦 這個會期,可以預見,老保已經出來了 接下來,二代健保會來 現在,我在外面 最常聽到人跟我講,我們政府 點了火了以後,不敢去滅火 說老保快要倒 所以演變成現在的,黃牛滿街跑 主委,請問你 你沒聽過,老保黃牛 知道 什麼是老保黃牛 他是去,利用他的專業的有關能力去協助這些 勞工要申請老保過程的時候 但是呢,他其實不需要的,因為其實是我們的 老保的,在我們的專業的櫃台的同仁 他們就可以處理的事情 主委啊,現在 老保黃牛啊,因為 國民對於老保的相關法令不了解 他相關的潛意他也不了解 他生病住院能不能領這個普通商場給付 能不能領職業商場給付 他失業的時候能不能領失業給付 他受傷住院各種的給付他都不了解 老實講問我我也不了解 所以很多人 現在很多老保黃牛 衝刺著滿街跑 最多出現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老保黃牛最多出現在什麼地方? 老保的大概相關的這個地方的辦事處 老保最多出現在醫療院所啦 老保快要倒人心惶惶 所以現在很多不但是說 我要不要去領疑失退的問題 現在醫院裡面 那些人 那些勞工 他們生病住院 還有很多老保黃牛在剝他們第二次皮 AIT為了宣傳富美免簽 他們會到夜市去宣傳那個相關的活動 我們老保局有沒有去瞭解一下 老保局 我們老保局有沒有去瞭解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去關心這些人 這些勞工受病 因傷 因這個工作受病 生病的人 他們目前的狀況怎麼樣 那個報告委員 剛剛委員提到說 醫院裡面會有一些人 就到醫院裡面 然後就看到他們有事故 然後就跟他們講說 要領老保給付 怎麼樣他要代辦等等 所以我們很重視這個問題 我們一方面 我們印了很多的住院 就是全力所策 那請醫院幫我們代花給這些病人 另外我們老保局 在全省的一百一十幾家醫院 只要他願意 我們會排一個時間 老保局也到那邊去駐典 大概有的醫院是兩個禮拜七一次 現在一百一十幾家醫院 我們都有定期去駐典 那個總經理跟主委 現在你到醫院 你會看到一些 老保房領在發傳單 在招攬這些老保 給付的一些相關的這些勞工 這第一個 你要不要去了解 我們花那麼多的預算去宣傳 老保是什麼一回事 很多勞工 他在外面工作 或者很多老人家 他都看不懂 所以 我們不要讓這個 老保的防禦有機可乘 今天在這裡很沉痛的呼籲 這個我們 這個 老保局相關單位 你們要把法令講得很清楚 未來 老保要大修法 包括他的 老保費力 他的怎麼樣 這個方面 這太多人 不了解這個相關的法令 太複雜了 老實講 一般民眾根本不會了解 那你現在 很多的這個 那個 老保房紐 在這裡 啃食我們勞工的這個 這個福利 那我們要出門制止 而且要 要 要去做這個宣傳 到我們的 各的 老保局 各縣市政府都有一個 老保的一個 一個單位 去做一個處理 然後到醫院裡面 去做宣傳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的老檢 勞動檢查 發生到很大的問題 你這個 我們的公布 都是玩假的 公布的專區 公布的專區 沒有人在怕 因為你公布的東西 這個很簡單 根本看不出來什麼東西 老檢 老檢沒有人在怕 所以勞工沒有保障 最近我去看網站 各縣市政府 公布這個 違法勞動基準法的 事業單位的公布區 不是沒有資料 就是只有法條 沒有資料 跟沒有 所有的縣市政府 22個縣市政府 都是這樣子 你們有沒有去督導 公布的權責 是地方主委居案 可是為了我們為了統一公布的 這個標準 跟統一公布的 那個內容的話 事實上我們找 縣市政府開過會 那現在大部分的縣市政府 事實上都有依法在做公布 那對於沒有公布的縣市政府的話 我們等於也就是說 會督促縣市政府 依法要 要來依法來做公布 你現在老檢的公布結果是這樣子 誰看得懂 我立法委員 我都看不懂 他是違反哪一條 是什麼內容 他有違反條文啊 對啊 可是我們不懂啊 你這個公布的內容 你要去要求 讓人家 民眾看得懂 我才知道這家公司是怎麼樣 不能只有法條而已啊 還有我 我特別要 要你們老委會去督促一下這個責任的問題 沒關係那個委員 那個 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說 那上面不能夠光只有公布條文就對了 應該是管那條文的內容 他違反的事項是什麼東西 對啊 這個社會上誰知道哪些是 惡劣的企業 惡劣的老闆 沒有沒知道啊 請我們條件處去跟找地方政府來研議 看怎麼樣把這個東西做改善 所以今天我們很多的問題 我們現在老委會能夠多一點 再站在保護勞工的立場上 做處理 謝謝 我們會做 老保房你的問題 你要去解決 是 老檢的這個一定要落實 是 否則沒人怕你啊 誰在怕你老檢 對沒錯 所以我在這裡呢 我們在討論 今天林斯嘉委員提到 行政院已經公開掀示了 你行政院辦的那個 那個那個 政府罪中的撥捕責任 這個部分你也沒出來 你們要趕快動作啊 還在行政院審議 在行政院審 對 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這看 這在行政院決定 對 行政院審議中 我們要求你趕快出來 那個 兩個禮拜出來可以嗎 這個我沒辦法這邊保證 因為這 你要去租出這個 社會議論交點是說 我們這個 到底要政府要 那是行政院的 那是行政院的 行政院的流程 對 我們會建議盡快出來 好不好 你們要去做 積極去處理這些 相關的問題啦 要不然這個 勞保的問題 接下來建保的問題 本委委任 每天都忙不完 這最大的亂臨 這才是我們政府 我在這裡呢 也跟那個 主委講 勞保的問題 你沒有處理好的話 你這個社會安全的基石 一定會動搖 而且勞工的退休 他們的 那個退休經費 保障 會受到很大的問題衝擊 所以整個社會動盪不安 以上 請林世佳委員諮詢